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发车啦 我们的女猪可心是一个儿童玩具公司的产品经理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什么伸展运动 推车运动 广播体操啥的 基本都忘光了 这把她老公铁柱可憋坏了 我堂堂七尺男儿 手握半尺长枪 居然毫无有武之地 看着同事每天给她填墨水 铁柱想死的心都有了 为了不给自己留下作为男人的遗憾 决定要离家出走 出去狼里狼 而可心这边呢 得到了一个升职加薪 走上人生巅峰的机会 公司总裁要重用她 给合作伙伴推广自己的新产品 然后就可以步入康庄大盗 面对铁柱的无理取闹 可心将更多心思放在了新品发布会上 抱着厂家寄来的样品 看不没看就去上班了 在可心的产品介绍下 所有领导听得是津津有味 眼看实际成熟 大吼一声 颤抖吧 然后直接崩了一声 事先准备好的儿童玩具 从天而降 可心骄傲的说 嗯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儿童玩具 玩啊 摸啊 尽情的挥杂我们的童真吧 诶 这儿童玩具 咋打马赛克呢 啊 原来是从天而降的有趣样品 这下可把总裁连给气绿了 这你 我 你 哎 本来是奔大康去的 现在转扑改只能吃个泡面了 可心抱着那箱沉甸甸的有趣用品 突然发现 哎呀 这包裹不是自己的呀 原来是拿错了快递 于是他立马找到了箱子的主人 这一看到哥诺多姿的有容 立马暴跳起来 啊 行吧 我就知道这玩意儿是你的 原来呀 有容是可心的邻居 每天呢都跟不同的男人鬼混在一起 因为这项东西直接导致自己失业 逮着有容一顿骂 骂他低俗下流不正经 有容也毫不试着 傲娇的抬起头说 哼 反弹 哎 最近很崩溃呀 这老公跑了工作也没了 现在所有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而去 他哭得像是个大傻子一样 于是呢 他只好一个人跑去喝闷酒 却意外地遇到了独自喝酒的永柔 永柔因为身材霸道 经常跟不同的男性鬼混 所以呢 常常受到大家的非议 心里眼内是一个苦 于是呢 他就主动来找了可心 江湖规矩 没有什么是一顿酒不能解决的 两个人很快化干戈为玉帛 两人从男人聊到了女人 从女人聊到了广播体操 并且开刀可信 这个这个 你不应该拒绝和铁柱做伸展运动的 又知道 一两年不来一次 铁柱一定都生锈 是谁都受不了的 直接将他带到了自己的情绪用评件 一进去 哎呀妈呀 那画面简直太暴力了 什么手边狼牙棒应有尽有 友荣谈过一次恋爱 因为男友死了 伤心过度之后再也没谈过 害怕自己再度受伤 开了这家店 比起男人 这些玩意儿似乎更能给他安全感 可心看着这些东西都太恶心 就选了一个最萌的小白兔带回家了 盯着说明书研究了半天 愣是没敢尝试 第二天晚上 在酒精和友荣的疯狂诱惑下 心中终于放下了防备 跟兔子先生展开了友好又热烈的鼓掌 次日醒来 可心是变得光彩照人 皮肤光滑细腻 有光泽 心情也好 阿西吧 这就叫做爱的力量 第二天直接跑去友荣那边 跟他分享春光的喜悦 并且鼓励友荣要做大做强 把这份爱推向全球 但是友荣却说 现在这家店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可心一天来劲了 我可是产品经理出身 推广的是 包在我身上 两人说干就干 先是把店面进行新的装修和设计 然后又进行了人员招聘 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 两个人开始玩命的地毯式推销 接受他们的人越来越多 生意也越来越好 就在这时 可心收到了铁柱让人送过来的花 想约他周末见面 本来呢 可心是不打算去的 可是呢 又禁不住友荣和老妈的不停设想 在友荣的陪同下 来到一个正在装修的豪宅 见面的两人解开了所有的误会 此时的可心想触景深情 突然想吟失一手 于是两人跑到了楼上 做起了霸道的低节广播体操伸展运动 那声声惨叫 惊天地气鬼神啊 让楼下吃饭的工人都没办法下宴 可心友荣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顾客也越来越多 但这一切他没好意思开口告诉铁柱 怕他知道现在从事的职业后崩溃 企业博览会终于来了 可心和友荣的展位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他们卖力地给顾客讲解产品 现场一场火爆 而这一幕刚好被铁柱知晓了 这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人群中那个最亮的妞 还真是自己老婆 铁柱崩溃了 转身就走 可心看到铁柱伤心地离开 也赶紧追了过去 可是铁柱压根不听解释 开车离开了 留下可心一个人在雨中 而会场那边被人举报 一帮警察冲到了会展现场 拆掉了他们的展位 没收了他们的产品 指挥的可心也没能阻拦警察的行动 就这样他们一起被带走了 镜头一转三个月过去了 可心和友荣登上了杂志封面 成了时尚长流的代名词 他们的生意也越则越大 而老公铁柱无法接受可心的所作所为 带着女儿离开了 可心很失落 又一次走上事业巅峰的她 却再一次失去了她的挚爱家人 她一直在想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金钱 还是家人的陪伴 在一年一度的企业颁奖大会上 她回想起于铁柱的幸福时光 想起他们的美好青春 这时她终于想明白了那个道理 人生不光只有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与远方 家人的陪伴 于是她跑出了会场 电影的最后 可心和铁柱和好如初 铁柱呢也理解了可心的事业 一家人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这是一部 误得出奇的喜剧片 不过情节设置 绝对能让你捧肤大象 有兴趣的小伙伴 自己去看哟 唉 千万不要跟我要链接 种子太多 怕你受不了 如果你老婆不来电 可以观看原片学两招 喜欢记得关注哟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爱你们 sayo na la